懷孟明在昨天就看到了 他其實就看到很多份 鄭云棚拿出來這些手版 雖然很糊啦 在直播過程中 但他就發現到那個email 因為其實當時我們都知道 他是跟助理之間 陳明通還是寄給林志堅的助理 結果但是其實該碼都碼了 除了一張聯合報不小心 就PO出了這張 再仔細一看 叫做林怡 這林怡是誰呢 小新議員 你知道嗎 那個圖啊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那個信頭 圖 對 就是山山你指的這個地方 右邊一點 不是有一個正方形被框起來嗎 對 這個地方 來我來幫大家解密 這裡應該要寫什麼好不好 大家猜猜看 那個正方形應該要填入什麼字呢 對啊 林怡嘛 大家懂我意思嗎 就是現在框起來寫林怡的地方 它是一個縮圖 它縮圖的內容就是 以一般來說 你email信件裡面的內容對不對 那它上面寫什麼 它說林怡 附上我修改及增補的 碩潤研究計畫等等 所以為什麼這裡要把它這樣子黃色的貼起來呢 就是這個女生的名字嘛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撕掉底下 百分之百啦 就是林怡 因為這個地方就是林怡嘛 你相對過來看就知道了 所以陳明通的信是寫給誰 不是寫給林志堅 是寫給林志堅的助理 再來下面還有一個證據 好 來請查收 我修改好的碩潤研究計畫 他說並請志堅市長在此基礎上 進一步發揮 為什麼要請志堅市長 就是因為他傳給的對象是志堅市長的秘書 所以他才會請林怡去請林志堅嘛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你這樣子你就會發現說 陳明通的語意並沒有不完整之處 是完整的 只是呢 關鍵就是這個地方為什麼 要把他黃色貼起來 因為照理來說 我們看左邊這個格子就可以知道 他的對話對象 陳明通的對話對象 並不是林志堅 是林志堅的助理 那基本上這就是公器私用啊 你知道我自己也在念這個在職專班嘛 那我也同時在念書嘛 我怎麼可能讓我的助理 是去跟我老師對話 欸 老師是比我們去念書 老師在學校的權威 是比我們來得高的 所以一定是我親自去面對老師嘛 因為我才是學生嘛 那我的助理又不是他的學生 為什麼要由我的助理來跟他對話呢 難道你的選課也是林怡幫你選的嗎 你的加簽也是林怡幫你加的嗎 那有什麼事情不是林怡幫你做的 我們當然合理懷疑 論文會不會林怡也有幫你寫嘛 所以這個部分黃陽明 他也會把他就整理好之後 提供給台大去做參考 但我覺得這個露線真的是很好笑 因為林怡他今天有出來講說 沒有我哪有 我的老闆 這個就是寄到我老闆信箱 我作為幕僚跟助理會幫他收信 第一個 他不是信箱的問題 他是陳明通非常清楚 他寄給的對象是林怡 他懂我的意思嗎 就如果他今天是寄到了林志堅的信箱 然後林怡是秘書 所以他收到這封信 然後把這個信告訴他說 老闆老闆有人寄信給你 那為什麼他的信件內容 要寫上他的名字呢 代表陳明通一直知道 論文這件事情我的對口不是林志堅 即便我是老師林志堅是學生 但是我的對口啊 老師好卑微喔 老師總是替小智做牛做嘛 我的對口是這個楊林怡小姐 所以他到底有沒有在念書啊 會不會課也是他去上的我不知道 但是這讓大家覺得說原來林志堅 在市政府裡面他是 公器私用 他叫他的助理去幫他做他上課該做的事情 幫他做學生該做的事情 我們就直接用林怡他的臉書 來給大家聽聽看 他就說他今天其實才剛剛PO文啦 那他也提到說因為他過去幾年都是擔任 這個林志堅辦公室的副主任 那最重要的業務之一就是會整市長所有大大小小的行程 還有聯絡相關人員回覆等等 這是他作為幕僚的基本工作 然後剛剛就是曉心議員講到的 關於跟陳明通教授的信件往返 林市長的公務信箱內 聯絡的信件其實不僅是論文 還有很多的公務聯絡事項 所以由他來整理分類會整並向市長報告 所以同時那封信封上呢 其實陳明通教授也明白的寫下 附上我修改的計畫等等的 林市長是一位非常認真 凡是親力親為的長官 也非常愛惜羽毛 為要嚴正的駁斥 名嘴所謂的代筆說 請勿做這種惡意的屈解 也因為林市長是多麼的認真 他讀的是碩士在職專班 利用這些下班之後啊 假日的時候北上進修 所以他也有感而發 他很敬佩 所以他也開始在今年3月 他報考了台大碩班 也不忘了用智間體 還是忘了帶跟大家之間的距離 是零距離的 他既非正二代也非白富美 他是呢一路從基層爬上來的 必須要有份正職的工作 才能夠供應在這個中風生病的父親 他也提到他是靠自己考上的 不要再獵巫 有人說他是正二代嗎 好像沒有嗎 你就是自己做了一個稻草人 然後拿這個東西出來講嗎 沒有人挑戰你這個 大家只是很好奇說 為什麼陳明通他作為老師 林志堅是學生 老師不需要直接跟學生對話 而是把訊息傳給學生的助理 那所以他其實是這個楊麟怡喔 他完全是在避重就輕喔 因為就他的說法 他只是負責整理這些信件而已 可是沒有我們質疑的不是單純是你整理信件 而是老師為什麼要寫你的名字 你跟老師怎麼認識的 楊麟怡他那時候應該還沒有念台大碩班吧 那他怎麼會認識陳明通的 陳明通怎麼知道他的名字的 對於陳明通而言楊麟怡的身份是什麼 不就是林志堅的幕僚嗎 為什麼寄信的時候不是寫林志堅 他就寫林志堅 然後楊麟怡作為幕僚 再幫他分派信件就好了 一般而言都是這樣 可是他很明確的寫出他的名字 所以就代表說他有經手 那既然你有經手的話 現在論文門的事件已經鬧這麼大了 你就應該出面來回覆大家嘛 就是說呢 那到底為什麼他要寄這個信給你 為什麼你會認識他 你跟陳明通的關係 在那個時候是什麼 你不要扯說你後來進了台大國發所的事情 我們問的是2016年 正在來往這個信件的時候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認為楊麟怡是完全避重秋輕的 他下面那一句話 就陳明通所說的請市長 意思就是請林怡請市長的意思 我自己閱讀下來的感覺是這樣 因為他寄信的主題是這個楊麟怡嘛 所以他要請楊麟怡跟市長說 那請他要怎麼改 所以他才會說幫我請他去改這樣子的一個語句 對所以我認為楊麟怡跟這件事情真的是脫不了關係 他這樣子的說明應該是沒有辦法讓大家能夠完全買單的 所以未來在這個台大審議委員會裡面也應該要把他找來 詢問說他當時跟陳明通的互動到底是如何 所以才會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楊麟怡到底是誰呢 從原本就當然是這是他今天的接球嘛 那他接球的原因是因為今天黃陽明早上的時候 楊明哥就特別PO出了這一篇 又由於其實大部分都像剛剛小新議員出示的嘛 都貼起來貼起來了 就只有這個好死不死沒有貼到也讓林怡曝了光 不過這場記者會是不是真的就像剛剛亮哥講的 是一場非常失敗他看過最失敗的記者會了 好林怡他其實呢就是在這個林志堅2014年的時候 他那時候就職了這個市府團隊名單裡面公佈的 市長辦公室的副主任 其實他同時也是機要秘書啦 那但是呢這長達12年以上的楊廷怡呢 楊麟怡他其實也是林志堅擔任議員時期 就擔任他的助理一直到現在了 那他其實在今年6月的時候 我們也知道這個中華大學董事長李延慧 他其實要角逐在下一屆的新竹市立委 所以他不再選議員連任了 由誰來接呢 就是他了 就是我們的楊麟怡要來接他的這個選區的位子 去接替要選新竹市議員 所以他後面才提到說 不是每個人都正二代不是每個人都白富美 我也只是幫忙整理這樣的信箱 不過林怡沒有講清楚的是為什麼他可以以 機要秘書也好助理也好 而是陳明通直接跟林怡來通行呢 我們講到機要秘書啊 大家都知道機要秘書是什麼 就是離你老闆最核心的那一圈 當然機要秘書很核心 但是整理行程為什麼當中會有這一些 陳明通往來的信呢 其實分析兩個原因啦 一個呢就是教授今天會透過助你 然後再講論文這件事情 第一就是教授知道跟你講沒有用嘛 你要不是就是擺爛完全不回 然後我就是不交作業 教授才會找到你的助理 第二就是教授知道找你也沒用 而且因為這件事情的窗口就是楊玲儀 就不是你嘛 所以只有兩件事情嘛 那一件事情就是 你離之間不是擺爛就是 你擺明了就是告訴教授 這件事情你就是找楊玲儀 所以教授才會發信件給楊玲儀啊 否則我想不出第三個原因 然後像是剛剛草星有講到嘛 為什麼他會認識陳明通 陳明通難道他的工作他當教授 必須要先認識市長的機要秘書嗎 那市長的機要秘書又為什麼 會跟他有信件來 我覺得陳明通都自己要講清楚了 然後再來講到就是說 昨天那場記者會到底有多荒謬咧 我真的覺得 乾脆要不要現在宣佈 鄭運彭直接來選桃園好了 昨天竟然是原創的論文的說明會 那為什麼原創不是本人來講呢 而是鄭運彭來講呢 那是不是之後楊玲儀也要開個記者會 然後說明整個論文的內容 因為顯然嘛 現在大家已經在質疑 你這論文是不是楊玲儀代筆的 阿否則為什麼會有信件往來 我真的覺得很合理的發展 就是楊玲儀之後 會站出來幫林志堅來講解 來講解這個內容啦 由鄭運彭來講解原創性 然後由楊玲儀來講解整個論文的內容 似乎看在民進黨看在林志堅的整個團隊下 真的是還蠻合理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 楊玲儀你還是不要讓自己跟余正煌一樣 背這個黑鍋 否則這個黑鍋不會只有一個 會越背越多 而且到最後你自己都講不清楚 好在講完就是 他之前其實就認識了陳明通 然後現在又進國發所 我還真的不懂這個時間序耶 昨天既然你這個記者會可以把那個跟余正煌啊 然後什麼二月啊 幾月四月時間去 哪有這麼清楚 那楊玲儀你是不是也要解釋一下 其實通常你知道在 呃叫台大教授跟學生之間 我們有一個規定喔 嗯 這是真的很明確的規定 我們進去開學第一天 老師就跟我們講 我們基本上我們不太能進行私下餐會 而且也不可以由學生來請老師吃飯 對很很就是這個是台大他非常非常嚴謹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實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我們一定就是全班一起辦一個餐會 然後所有的老師都在場 這種才叫比較公開透明的一個餐會才是合理才可以被允許 對 可是我真的是很嚴重懷疑 不是私下餐會的話 為什麼楊玲儀會會認識陳明通 所以我真的覺得今天論文已經非常不合理了 然後你是不是又有違反一些什麼 所謂學生請老師吃飯呢 楊玲儀我覺得你也要講清楚喔 因為很顯然很合理的懷疑 我覺得就是你私下餐會才有機會 讓楊玲儀去認識陳明通 不然我真的想不到任何場合 他們會有所謂的認識 而且采薇其實包含我們今天也問楊明哥 因為他剛好今天其實是讓自己休假一天的 我就說那你趕快看一下楊玲儀他現在回的最新 其實在楊明哥他的臉書只有po說 請向台大學術倫理審定委員會和監察院說明 相關資料我會再補充檢舉並且送監院告發 但他其實跟我在私底下line他只回我幾個字 他就說那為什麼不告我 你為什麼不提告咧 你應該要提告你整篇通篇也沒有看到任何 你只叫大家不要獵巫 可是你可是沒有要以提告來闢謠 因為他們不敢提告啊 因為提告法院就要介入調查啦 那法院介入調查會查出什麼事情 他會認證很多事情 對啊會把法院直接認證 而且認證什麼事情 他不只是搞不好不只是認證你的論文就是抄襲 他搞不好還認證像我剛剛講的很多事情啊 你是從哪個管道去認識陳明通 然後陳明通在所謂指導學生 你這麼多學生的狀況之下 他的論文是有個模板的耶 裡面的內容片段 裡面的標點符號 裡面的表格製作 為什麼都一樣咧 法院會不會去查你陳明通啊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剛剛其實楊妮他也交代不出來 他為什麼會認識陳明通啊 所以我覺得他們不敢提告就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只要一提告他們就必須拿出相關的證據 第一他們拿不出來 第二他們拿出來的證據呢 到底是真是假 也是個問題喔 那他們在法院面前敢拿出假證據嗎 他們當然不敢提告啊 然後再來講到我說監察院 監察院敢查嗎 而且監察院最近業務好多喔 因為我們早上也去監察院 你也叫監察院出來打球嗎 檢舉他的球場的問題 所以陳菊喔 你的業務真的是已經非常多了 搞不好已經跌到你的臉兵的臉還高了 趕快醒一醒去查這些事情吧 嗯 小經議員 其實我們再重新看了一次 剛剛你給大家看的這一封信的內容 其實當然不只是 怎麼會是他老師請助理 請市長再去看一下 再進一步討論 他也說到了 附上我修改及增減的 這個討論的研究計畫 所以他這整件事情是BASE 其實BASE是陳明通自己在做的 陳明通在寫的 也不知道耶 但是他後面還有一句話叫做呢 同時上週六所拷貝的檔案 請廢棄不用 不曉得他又拷貝了什麼東西 現在看到這兩個是大家都非常的敏感 可是我們只覺得說 哇老師也對這個同學 實在是太好太理喻了吧 這就讓大家想到說 你看為什麼林志堅 不管是在中華大學或是台大 我們一般的學生都是替老師做牛座 或者是說其實 在寫論文的過程當中相當的焦慮 其實你如果就算寫不出來 老師也不會怎麼樣 反正他有這麼多的學生 坦白說這個是學生自己的工作嗎 你沒有寫出來 那就是沒辦法畢業而已 可是你看到的是說 中華大學還有台大 老師們都對林志堅特別的禮遇 那是不是就是因為當時 林志堅已經是新竹市的市長 所以陳明通就覺得說 這個小智寶寶好忙喔 我們要多幫忙他一點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他來負責 所以該不會 我不知道啦 但該不會那些錯字 也是陳明通寫的吧 不然的話你看 林志堅也說不是他 俞正煌當然他一定也認為不是他 那那些錯字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那些奇妙的相似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所以我認為今天呢 還有昨天呢 其實民獎現在最大的失誤 是他們跑去攻擊蘇宏達 我覺得他們去攻擊蘇宏達 是最大最大 而且最離譜的一個錯誤 為什麼他們現在已經在開始去做什麼呢 開始去做梗圖去攻擊了 可是問題是說 他們說要求這個 蘇宏達要迴避 你知道嗎 台大其實是有相關的處理要點 梗圖又出來了 對他已經梗圖出來了 但是呢 問題是這件事是做不到的 因為我要告訴大家 台大 有自己的處理要點是什麼呢 如果你的 你是有論文指導的關係 口試委員 四等親內的寫親或陰親 或者是說你有學術合作關係的話 就必須要迴避 所以他的迴避要件 在相關的台大的處理要點上面 已經做清楚的說明了 不包含老師的政治傾向 聽到了嗎 如果今天真的要討論政治傾向的話 那黃帝影是哪一檔的 黃帝影是被排過民進黨的 不分區的立法委員 還當過民進黨的發言人 那他憑什麼坐在那個地方 你要求人家迴避的時候 你有沒有摸摸自己的鼻子 你有沒有自己去迴避呢 沒有 那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呢 其實陽明有說 因為如果蘇宏達迴避的話 下一個街的人是這個台大的教務長 而陽明說的是說 他查到像這個人 就是他們明講自己人 所以他們現在是想要把蘇宏達 給他抹成國民黨的 抹成說你必須要迴避 然後呢給他壓力 然後換自己的人來審 所以苗頭的人已經準備好了 沒有 因為他是規定是說 如果社科院院長迴避的情況之下 下一個擔任召集人的人 是台大的教務長 那目前台大的教務長 之前跟民進黨的這個政府體系裡面 是合作很緊密的 所以你是不是希望把蘇宏達換掉 換自己人進去呢 你覺得這樣子三分之二 就可以過關了是嗎 還是另外一種可能是說 你現在已經覺得BBQ啦 就沒辦法了嗎 那所以趕快先把蘇宏達抹成國民黨的 到時候如果被判說論文抄襲的話 再去喊說國民黨政治操作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大部分社會上的人是不會買單的 因為蘇宏達他今天之所以來審這個案子 並不是他去爭取 就是他剛好是按照程序 成為了社科院院長 你的事情剛好在他這個時候 被阿康出來 所以他根據規定就是他來負責 你管老師有什麼政治傾向 他今天不管是什麼樣的政治傾向 你都不能讓他迴避啊 除非滿足我剛剛講的這個原則啊 但是今天林志堅他卻 他們的團隊卻告訴大家說 對於老師說醜聞我很遺憾 你們未審先判自己去 因為小智他可能沒念書 所以才會發生這樣子的情況 連維基百科都不會查 你去查查看醜聞是什麼意思 醜聞等於未審先判嗎 沒念書的人才會說出這種話 醜聞的意思是說 因為涉及了一個負面的新聞事件 負面的事件導致輿論上面 不斷的去討論這件事情 甚至去激起公憤 指控的內容有可能是真的 有可能是假的 也有可能是半真半假的 意思就是說醜聞這件事情是在講說 輿論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很多負面的指控 但是指控是真的是假的 當然還是要判定之後才會有結果嘛 所以蘇宏達老師的用字潛詞沒有問題 但民進黨呢就抓著醜聞這兩個字想要講說 你看未審先判了 所以我不曉得小智是因為沒有讀書才這樣講 還是故意想要扭曲老師的話 把他打成藍的 再來我再講一個 他們去批評蘇宏達有一個很好笑的地方 他說因為蘇宏達之前被查過水表啊 就他在臉書上寫了一篇文章 然後就被警察說要帶去偵訊什麼的嘛 所以這一次他一定會不公平 那你們先前為什麼要這樣對人家呢 對你自己先前去查人家水表 你自己心裡現在也知道事情大條啊 然後你在哪裡之前去欺負人家的事情 講說所以他這次會不公正 那這不是很好笑嗎 這就變成一個湧動機你知道嗎 就是從頭開始你們就不要作惡多端嘛 而且即便你們先前作惡多端 你也沒有理由去論述說 老師就會不公平的去評判 所以大家看懂的那個 不管是在信件當中的來往之間 透露出了端倪 還有沒有被馬賽克的真相以外 你也看到了包含的是 在昨天由黃定影先開了這一炮 先說呢 哎 蘇宏達是不是該回避了 然後林智堅在今天也接球了 剛剛你聽到強行業員他特別是分析了 為什麼他們可以希望蘇宏達回避 因為接下來再接的 是不是反而對民進黨相對比較有利嗎 我們提一個問號 第二小時也持續歡迎大家 加入我們的大新聞大曝掛 在剛剛第一小時 因為萬安演習關係 遭遇到一點點的亂流 不過好險大家都沒力氣 大家都在 也歡迎大家持續的加入我們的子頻 一起來聊聊天 也記得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大新聞大曝掛 在第二小時有非常優質的節目來賓 等一下凱翔哥不知道是萬安演習怎麼樣 還他自己自行延長了一個小時還怎麼樣 不過我們先歡迎我們的董哥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鄉民委員 大家好 來董哥我們剛剛其實在今天早上有很多 又是新的發展嘛 包含是蘇宏達林智堅 剛不也接球 還有像是我們剛剛看到 原來只在那一份一份全部的水泥棚拿出來的手版裡面 居然藏了一個忘記馬賽克的 這個相對重要的關鍵人物 不過董哥其實包含逆風的烏鴉這邊就有特別寫到了 黃靖穎到底要蘇宏達迴避的理由有哪些呢 第一個他現在說跟國民黨很好 還有我們剛剛講的醜聞就好像有所謂的未審先判的問題以外 還有就是他們現在整個民進黨從上至下還有林志堅團隊 他們要來主打叫做台大學輪委員會的公正性 打這有什麼用意 打這就跟昨天林志堅不斷出來打預防針說 我的學歷跟這個治理這個一個縣市的首長是沒有關係的 講了三次我記得 好主打台大學輪委員會公正性以外呢 就可以告訴我們要是到時候真的是判對林志堅不利 或是認定林志堅是抄襲的話 那也叫做台大學輪委員會叫做不公正不公平啊 因為知道後果不妙了 所以自己先畫一個界線就是說 來的人就會不公平啊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民黨這種花招用過很多次了 他只是這一次沒有料到林志堅的論文抄襲這麼明顯 是逐字逐斷連湊字都一起抄的 那這個其實是非常不堪 我相信稍稍有點嘗試 你去對你都知道這個百分之百抄襲 那民進黨為什麼這次敢前黨下去 全力挺他這種抄襲呢 因為蔡英文已經有言在先了 蔡英文說這是一個選舉的抹黑 那大家如果用正常的嘗試來看 當然都知道這絕對不是選舉抹黑 這是一個很形成的一個抄襲 那抄襲在政界常常看到 可是這一次的離譜已經到了毀於所思 因為包括錯誌 然後包括這種硬拗的態度 讓人家憤怒啊 你知道陳水扁為什麼那麼痛恨 被那個... 士兵德為什麼那麼痛恨陳水扁你知道嗎 他們過去也算有一些同黨的感情 士兵德說 陳水扁就全世界貪污的元首這麼多 可是沒有一個像陳水扁態度 事後這麼惡劣的 認為自己沒有貪污 全世界那些貪污被抓到之後 乖乖認罪 因為政績明確為什麼 因為錢在你的帳戶嘛 對不對 那些錢在你手上 那當然就是 你今天看到民進黨的態度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被你喉膽但是我們不認帳 那不認帳就全黨大家一起來收訪 那這個不只是政黨的痘漏啦 因為民進黨本來就是一個垃圾下山爛的黨 可是他敢這樣的話 因為他有恃無恐 他過去這幾年的選舉他覺得我非常順利嘛 那敢這樣做的話 這一次看到了想把蘇宏達把他抹黑 那他們再去翻蘇宏達的舊帳說 因為他過去被我們查過水表 所以他就不會公正 如果你知道這個邏輯的話 那民進黨過去有多少這樣的人 他們有去 有因此而說我去迴避嗎 沒有 民進黨過去幹過太多這樣的事了 那這次蘇宏達 其實蘇宏達這次在組織這個委員會 要來調查都發生了很大的困難 因為你可以看到台灣協界的相念 大家都不願意參加他的小組 為什麼呢 一個正常教授你看到媒體在炒作 現在放暑假 你一定會上網去看看把它比對 看了一定說這個就是抄襲 但是蘇宏達打電話給我說 要我去 我不要 為什麼 因為我會得罪民進黨 那得罪民進黨的下場會怎麼樣 得罪民進黨 在台灣得罪國民黨 把國民黨拿來踩在腳下羞辱是不會有事的 會說你是英雄啊 對不對 每天 路罵馬英九或者隨隨 把國民黨這些人羞辱一頓 說哇 你敢去挑戰威權 國民黨怎麼會去挑戰威權 現在挑戰威權 就要去修理國民黨才叫 民進黨才叫威權啊 那我們台灣一堆人自己搞錯了 然後呢 這些學者也知道 得罪民進黨 第一個 你可能研究報告各種案子 政府的案子你就標不到了 第二個 你會被那些網金開始攻擊你 起敵你 栽贓你 然後把你身家 把你不過來說你就是怎麼樣 那你看到這些很多教授就害怕了 在這個事件 第一個跳出來的教授 沒有人聽過他 黃映如教授台大醫學院 馬上 馬上被一千多通的人出來羞辱 他趕快把文收回來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民進黨他有用網金讓你進入寒殘 民進黨的力道嘛 那所以很多教授不願意參加 所以後來才免為其然 才成家這個11個人的委員會 那你就知道民進黨是多麼惡劣啊 過去為什麼有那麼多大老闆 乖乖胡胡忒忒 帶著行李箱裡面裝現金 要去給陳水扁 為什麼 因為你不給的話他會報復你 民進黨是一個會報復的黨 民進黨的行政力量無眼活絕 他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他想栽贓你 檢察官自然就會出動 對不對 眼前有多少例子 新黨這些人 限制你出境怎麼樣 周鴻系這些人 五年都有不給你出境怎麼樣 向心 我認為你就是許全 所以我就捨手 他有司法行政都可以配合 民進黨為什麼我每天罵他下山爛 因為我在民進黨還沒成立 我就在跑新聞 我看過整個台灣的民主過程 對 我沒有看過一個黨惡劣到這種 怎麼下賤 現在已經政績確鑿到這麼明顯了 全黨還在富 過去陳水扁貪路 民進黨很多人是不富的耶 民進黨那時候陳水扁很多人跳出來 司明德帶領百萬紅山巾 裡面好幾個都是民進黨的啊 但很多人跳出來認為說這個就是 雖然民進黨還是很多無恥的人去挺他 可是我們沒有看到這件事情 一個抄襲這麼明顯的 一彎兩瞪眼了 然後整個黨跳出來說我們 他就是沒有抄襲 誰要查他的話 那那個人就是不公正 這個黨已經無恥到無藥可救了 什麼叫無恥 整個黨陪著蔡英文一起無恥 這個已經讓人家看不下去了 凱翔哥我們現在加入我們跟大家打個招呼 好玩 凱翔哥其實剛剛我們有特別用這個 語音通話的方式來跟亮哥來進行連線 亮哥他其實有說在這個 為什麼要用語音通話 因為萬一約起啊 就卡住了嘛 這老人耶 就沒辦法到了嘛 這老人耶都沒有盯緊時鐘是不是 哪一個時鐘 對就是那個時鐘 他剛剛亮哥其實有講到說 在這件事情上民進黨 是不是開始有點啟動可歌可泣的模式 他有發現 林智堅在昨天的這個PO文下面 互動的人非常少 按讚的人非常少 畫下的人也變少了 他覺得好像現在 大家開始發現苗頭不對了 沒有辦法跟他一起陪下去啊 其實我覺得林智堅差不多 已經就是被丟包的狀況了 他真的就是可歌可泣 終於大家對於發現說 小智這一班失智列車 原來是一艘鐵達泥號 差不多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大家紛紛跳船 沒有人再跟上去了 而且你也可以看到 實際現在在林智堅身邊的人 是越來越少啊 是越來越少 剩下的就是一些他的虎仔啊 包括什麼 包括可能未來要在北部 實際帶領英系去作戰的 的這個林鶴鶴 還有像是黃帝影這個整 一輩子都不知道在幹嘛 只會跪鐵民進黨 幫民進黨打各種政治官司的律師 叫黃帝影 就只是他這些人 還在幫林智堅硬拗啊 那鄭運鵬當然有可能 我覺得他有點身不由己啊 畢竟他如果不跳出來表中 人家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想要在背後操作換肩 所以鄭運鵬只好跳出來 跳出來扮演這個角色 那所以除了這些最核心的人 你可以看到他們講話 包括什麼 包括其實林鶴鶴 在昨天這場記者會更早之前 他已經在接受媒體專訪的時候 放話說什麼 說什麼台大也不是 台大就能直接認定啊 林智堅的論文是不是抄襲 也不是台大說了算 不然誰說了算呢 中山大學對李梅 真不就中山大學說了算嗎 那怎麼樣咧 然後這個蔡英文的論文 也不是也是倫敦政經學院說了算 不然又能怎麼樣呢 所以林鶴鶴講這個話 其實就已經在做 在做一個這個消毒的工作啦 因為看起來情勢是非常不樂觀的 然後黃帝影呢 昨天就開始抓著這個 蘇宏達的這個內部性說 所謂醜聞啦 醜聞這兩個字 似乎是對這個事情定性啦 那他就講說 你這個蘇宏達要回避 要回避 要回避 兩個做法嘛 一個做法是說 他看能不能實際的 達到這種效果 我看你們前面也討論過了 對 是不是能實際的讓蘇宏達 真的不要回避 真的回避 然後教務長可能相對來說 過去跟民進黨的淵源 就可能比較深 那是不是還有機會翻盤 那另外呢 就是也是瞄準說 那就算這一切實際上面的作為 沒辦法翻盤 但是在觀感上面 還可以騙死忠宰說 那都是因為蘇宏達 跟國民黨關係很深 這是一個政治迫害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作為 他其實就是在做 在做準備 在做這個危機處理 他知道大事不妙啦 大事不妙了 那我個人 我個人幾個不同的 我個人的觀點 像我今天早上跟巧欣直播 然後昨天跟楊明也討論這些 他們覺得蘇宏達好像不應該講這些 但是我倒是覺得 我倒是覺得 讀書人就是應該直接啊 林志堅這個論文 這個論文抄襲事件 不叫醜聞難不成是香的嗎 難不成是香的 不然幫你報名 幫你報名 幫你提名諾貝爾獎好不好 那你去拿諾貝爾獎好不好 就是醜聞嘛 同樣的資料 兩篇論文長得一模一樣 然後更好笑是 林志堅今天不是又被抓到嗎 我今天看到尤子強副校長 他現在還是副校長嗎 尤子強老師 然後寫了一篇 就針對論文抄襲 幾個簡單的判別 林志堅全中啊 第一個是兩個有沒有連結 你不能排除在這個 這個舉世套套當中 真的有兩個論文寫的一樣 但是林志堅自己已經自白 他跟余振黃之間的論文 是有連結的 再來就是很多相似之處啊 最好笑的是 今天又被挖出來 一個細節的部分 真的每天都有 林志堅你真的不能退選 你退選我們好無聊 好不好 你今天要撐到最後 小事這麼讚一定不能換 好不好 這標題幫我下標 小事這麼讚一定不能換 小事這麼讚一定不能換 然後他講什麼 余振黃的論文 是研究林志堅的選舉 林志堅的論文 是研究蔡仁堅的選舉 結果余振黃的論文裡面 余振黃在畢業的時候 林志堅還 林志堅是一個 就是他就寫到說 他是什麼準碩士 準碩士 準碩士 他是台大在職專班的準碩士 但余振黃當時 在寫這篇論文的時候 顯然犯了一個錯誤 他不知道 林志堅已經是 中華大學的真碩士 好不好 那個真可能大家有意見 已經是中華大學的一個碩士 他拿到一個學問 結果林志堅在寫論文裡面 寫到自己 準碩士 他也寫準碩士 你是忘記了嗎 你忘記自己 在中華大學 有一個碩士了嗎 你告訴我這不是抄的 那你是失憶了嗎 所以這些細節 都讓人家覺得太 太不可思議了 我真的好愛小志 我原本還覺得說 這個一定要好好追究 這個太可怕了 這個好像是一種 用一種氣憤 義憤填膩的心情 來看這件事情 來追究這裡面的是非對錯 現在我真的覺得小志 真的帶給我們大家好多歡樂 你一定要繼續選下去 千萬不能換 那回到原來這個主題 我剛剛跟董哥 以前有一點點不同 民進黨開起來是跳船的 基本上沒有藍勾勾去了 然後只剩下林鶴鳴跟黃定寅這種 一個是已經要不得不操盤 他操盤他一定得講這些 再來是黃定寅 就是走這個路線的 再來鄭運鵬 昨天鄭運鵬也超好笑的 鄭運鵬講得比林志堅還要久 結果搞了半天最了解林志堅論文的男人 是鄭運鵬嗎 然後整場記者會裡面 最不熟悉林志堅論文的男人 是林志堅嗎 這不是荒謬嗎 你怎麼會安排這樣子的記者會 林志堅很像隱言人 你有沒有覺得 他隱言人 他搞不好連鄭運鵬不去的話 本來是鄭運鵬要嫌的 他被蔡英文暗插這個人 他不去好像他不忠心 他就是要表忠 他就是要表忠 他不去他就人家講說 鄭運鵬不來 鄭運鵬不停 你是不是在背後想要 你是不是想要換肩 你是不是想要換肩了 我看到記者會 我真的荒謬 我真的是昨天 昨天我就想說十點鐘 想看小智講什麼 對不對 這個論文門芳心未愛 這個球場門又爆發 然後又要開論文記者會 結果然後禮拜天早上 對不對 禮拜六晚上多喝幾杯 早上起來睡過頭 再打開直播的時候 看了差不多五六分鐘 怎麼都鄭運鵬 我還以為我是不是錯過 林志堅已經換掉 宣佈退選了 馬斯克的事情才好看 我以為他已經宣佈退選了 然後後來發現 沒有沒有 只是鄭運鵬在幫忙他解釋 這太誇張了 我真的是 小智這麼讚 一定不能換 而且我們到最後 也沒有幫你下那個標題 想不到嗎 但是網友已經在下面 下了一整排的 小智這麼讚 絕對不能換 相應委員 剛剛其實亮哥同時 也跟我們講了一個 爆炸性的消息 他就是說 這兩個禮拜會是關鍵 民進黨又要開始啟動 就是關於到他整個 撒喀都排的一個民調結果 來看這一局 雙門跑車到底對 林志堅傷害大不大 不管是球場 不管是論文 那如果民調顯示 真的殺傷力夠大的話 不排除 可能有換肩的可能性 聽在你耳裡 你就覺得 這樣子看這一局是不錯的 還是你覺得說 換上來的人 可能還更好打 性質上面會不會換 我們一直還覺得 應該不至於換 因為第一個 第一時間的是我們的小英總統 在臉書上掛保證 這個什麼辛苦啦 選舉抹黑啊等等的 那雖然10到今天 大概是三週的時間 那我想這樣的 執政黨對於全黨護益人 全黨救益人 這件事情的態勢 看起來是力道減弱 但是整個方向跟他的這個叫做 捍衛一個叫做這個 未來明星的這個氣勢 其實是沒有太大的改變 因為我們看地方的行程 大概地方的這個 林市長或者是張院長 各有公開行程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倒還是沒有像大家講說 會不會換 那剛剛凱翔說 這個不換不換 我們也不曉得他換與不換 真正的目的 但是我相信 如果是為桃園市民好 或者說要選出一個 對桃園市政 能夠在這個短時間內 能夠換這個 這個林市長 能夠上任的 當然是在地的委員 或者是 之前參選過的委員 所以這樣的一個風聲 在地方有沒有 我相信這個 大家到地方就可以了解 那比較回到這個 昨天的記者會 我也是第一時間 就盯著看 我想說 林市長竟然已經站出來了 他講的所謂還原真相 提出證據 證明這是他親手親 親力親為寫的論文 結果看到的整個程序 我傻眼了 就是第一個 有這個叫做公證 這件事情 找了律師來做公證的書寒 然後還說用棋鳳章 還黏了便條紙 一本一本放在桌上 我想說你是在打這個 你自己的什麼 什麼著作權的捍衛 所以你找出你的資料 來捍衛你的著作權 不要搞錯 今天是倒過來 我剛剛才去監察院 去檢舉 就是中華大學 跟足科管理局之間 這個2008年這一次的 這個論文抄襲 疑雲 照昨天的整個記者會上 其實講得非常的少 大概就提出了這個 時序上面 然後他自己認為說 他在2008年的4月 林志堅跟幾個兩個教授 賀教授等等 先行發表的這個論文 然後他們說這個叫做他們的共同著作權 結果他這一點就露了線 露了什麼線呢 就是這個足科管理局 跟中華大學的合約 在第八條第五項 早就講了 你在這個履約的過程 也就是你傳述論文的期間 你在做問卷調查 發放收送等等的期間 你不可以洩漏給第三人 然後其中的參與者 也不能對外洩漏 在場的三位老師加這個林志堅 更不能在期間發表 作為自己的成果 他已經違反整個合約的這個規範了 結果昨天怎麼會 又大喇喇的把這個 2008年4月 他們曾經發表這個共同論文之間 當做證明說他有共同著作權 所以權力還沒有移轉出去 是要到2008年的6月20幾號 結案之後呢 著作權移轉出去 我的老天啊 如果大家真的是 稍微讀過一些 法律的這個概念的話 一個契約 就是雙方的履約裡面的 最基本的法律 那你今天怎麼會自己 把這樣的一個 這個叫做契約的部分呢 倒過來解釋 為你自己所有利 這個就讓我昨天整個感覺就是 他意圖干擾這兩個大學的學術倫理審查委員會議的方向 然後這個調查的這個相關的這個程序或者是市政 這個讓我感覺到就是一個執政黨鋪天蓋地 他可以做他想要怎麼做 他就朝那個方向去引導去試圖干涉 甚至到一定程度的叫做這個指揮辦案 這樣子我覺得對於已經全民在檢驗一個這個參選人 用到的規格用到的這個資源 真的是對於國家來講我覺得是很不好 特別是資源上面耗損到今天 大家說選舉桃園選舉到底在選什麼 那我想我們這個自己是參與在其中的人 很快的能夠感受到 本來他們希望操作就是藍綠對決就好了 那你呢這個新的政黨 你新的這個人在這其中 他越邊緣化你呢 反正就是回到以前 可是剛好這次就很特別 我們對於這個城市 特別三個人都是不是土生土長桃園人 本來是可以被和理性的比較 那他要比他的新竹經驗 那我比我的這個台北五黑的行政經驗 然後張院長可能比他更高格局的這個行政院長的經驗 比經驗比實力 本來是大家比較喜歡說 他來了一個這樣的一個城市 沒想到這個事情從他自己 這個離開新竹 然後人家說他落跑的時候 他自己先說這是他的勳章 這是他這個求來的就結 他自己把自己墊高到一個好像說 他的這個非他莫屬 大新聞大爆掛訂閱靠大家 每日功課開啟小鈴鐺轉發補課 每天都要支持大新聞大爆掛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好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寶貝兒童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